大家好 我是劉仁君主持人 Peter 今天我要結婚囉 不是我吧 不是吧 跟大家開個小玩笑 今天非常高興邀請一位美女來到我們現場 那我們歡迎 Demi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婚禮主持人 Demi 查明 那今天我想要來問一下我們專業的飾酒是 一些關於婚禮上面酒的迷思 有一些小小的問題想要來請教你 Baby 婚禮主持都在重置什麼樣的工作內容 首先是會先約客人嘛 他們確定場地了以後 現場的狀況啊 或是他們整個流程的內容 都是我們要去幫他們設計 那像你做這份工作 有沒有遇到一些比較有趣的事情 穿高跟鞋 然後鞋跟卡在舞台上 喔 這個就是咬牙動難不得這樣 對對對對對 就是這種感覺 沒有辦法我就要裝限定啊 然後甩個反繼續 然後再一拔拔起來這樣 對 沒錯 喔 了解 對 就是這種會比較有趣一點啊 所以你有遇到過那種就是很奇怪的 其實講老實的我最害怕的就是遇到酒客 就是喝到ㄎ掉那一種 喝到ㄎ掉那種我真的是會 這種很長嗎 很常遇到嗎 大概平均三場就會有一場遇到這麼恐怖的客人 而且不管男女老少都有可能 比方說甚至我遇到是 我站在舞台上然後有人上來唱我麥克風 是要準備唱歌是不是 唱歌啊講話啊都有啊 蛤 那這樣這麼失控你怎麼解決這問題 我就是會盡量就是離開然後趕快逃去旁邊這樣子 逃去旁邊 對 然後繼續講話 我還算我的專業啊 這工作感覺蠻不容易的 而且有蠻多就是突發狀況 所以你們的臨場反應都很強 必須要很強 Peter啊我想要問你一下 就是像我們在婚宴上面啊 就常看到大家就是選用酒的時候都是選用紅酒 那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他們都是選用紅酒 而不是其他的酒類嗎 比方說白酒啊 氣泡酒啊 台灣的版的宴會的菜單幾乎八成都是海鮮 就是這樣 蒸魚 龍蝦 然後螃蟹米糕 那為什麼大家還是選擇用紅酒 這個跟台灣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現在就是 台灣的習俗一朗的喝 就是要喝紅的 覺得紅酒感覺比較喜氣 喝白酒覺得好像沒那麼的heavy 來參加宴會的不是每個人都喝酒 可能也不太懂葡萄酒 所以他們直接說這氣泡酒感覺怪怪的 他們覺得有氣應該就只有剩汽水跟啤酒而已 對 所以就導致於說 為什麼我們在婚宴裡面大部分都是喝紅酒 對 因為據我所知就是像我在歐洲 我會喝紅酒的時候 就是牛排 是 吃一餐對不對 是 肉類 所以大部分能夠搭婚宴的紅酒 其實真的比較沒那麼適合 如果說像你就是這麼專業的試酒師 那你會推薦婚禮上可以喝什麼酒是會更適合的嗎 以台灣的料理手法 我覺得白酒或者是大家如果覺得白酒不怎麼喜氣 粉紅酒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我喜歡粉紅酒 或者我們可以挑淡紅酒 就一樣有紅 但它本身的味道會介於在白酒跟粉紅酒之間 它的口感就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的重丹寧感 那種色味就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再用來搭餐上就會比較適合 尤其在搭配海鮮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會持到相得益章的功效 如果是參加好朋友 有酒友的聚會或是酒友的婚禮 基本上我們都會自己帶酒 真的喔 因為我們其實身邊有很多喝飽酒朋友 那他們每次結婚都會有準備非常多 針對酒友桌的酒款 你們就是可怕的那一種 沒有沒有 我們都是非常peace的 大概就是一人一隻的量OK 但是我們還會自己在我們的table上 做所謂的wine pairing 比如像一開始前上午就先搭氣泡酒 然後接著我喝白酒 白酒喝粉紅酒 粉紅酒還喝紅酒 那後面可能再加一個甜酒 但如果假設你今天問我說 有婚宴場合 自己會帶什麼酒 如果只要選一隻的話 我可能還是會比較傾向是粉紅酒 肉類也可以搭 海鮮也可以搭 而且比較百搭的一個酒款 這個建議真的很不錯耶 是 如果我的客人有這個疑問的話 我也可以推薦給他們 對你可以推薦說 可以試著試試看粉紅酒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女生的話粉紅酒 擺出來也還蠻好看的 然後送禮送姐妹也都很美 是是是是 真的很適合可以可以 這個建議很棒 那如果今天啊 就是你去參加一個朋友的婚禮啊 你會選用什麼酒去送給他 你可以送一些比較具代表性的酒款 比如像愛心酒莊 它就是一款非常具意義的酒款 它酒表上面就有非常漂亮的愛心 也太可愛了吧 對 那當然那酒也不便宜 所以表示送這酒出去 真的可以展現出你的誠意這件事情 又或者是你可以送 這對新人他們在一起的年份 比如像他們是2010年在一起 然後到現在10年結婚了 哇那你送一支2010年的酒 非常具意義 你也可以送你好姐妹的年份酒 比如它是1990 哇你送一支1990年的酒 我相信這個意義價值絕對大於他的金錢 而且收到你這個禮物的朋友 會覺得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今天可以找到一支他的出生年份的酒 對我曾經有收過一支酒 上面是有我的名字的酒 就是Demi Demi 可是那個是特別問你科製的還是 不是不是 就是那一支酒就叫Demi 看到的時候 哇好感動喔 有用心有用心 有用心 我覺得這個 就是用心程度 我給10分 那Peter如果今天是你要結婚的話 你會想要選用什麼酒 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身為一個專業的流浪飾酒師 沒錯 基本上我會安排一整套的Wine Perry 哇塞 而且呢 由新郎官自己在台上做Wine Perry的講解 從氣泡酒開始 然後白酒 粉紅酒 紅酒 到甜白酒 一條龍 服務到位 肯定讓客人喝的 你的婚宴也真的是很鋼呼耶 我跟你講 參加流浪飾酒師的婚禮的人 一定都是酒鬼跟酒友 所以基本上呢 不給他準備一整套很難交代 你懂我意思嗎 好啦也是啦 是是是 但是我相信你的賓客一定會非常感受到你 滿滿的誠意 是 我相信一定會 好啦 那今天跟Demi也聊得非常非常的多 有用問題 記得在底下流浪我知道喔 喜歡我們的頻道 別忘記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別忘了追蹤 留下所有的Facebook 跟IG 還有David的IG 還有Facebook 以及我的頻道喔 謝謝 好那今天的明天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一起喝兩杯杯吧 掰掰 掰掰 皮特 欸 我剛剛聽完你那一整套酒單的婚禮啊 是 我只想問你你什麼時候要結婚 你結婚我就結婚 那我跟你說 我結婚的話你要送我一瓶我年份的酒 成長 1989年 沒問題我先買起來放 欸你結婚要記得找我喔 幫你主持 參加流浪是有適合婚禮的人 一定就是 酒鬼跟酒用 我最害怕的就是遇到酒客 欸你結婚要記得找我喔 幫你主持 你結婚要記得找我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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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主持 你結婚要記得找我喔